即日起 郭台銘先生退出 中国国民党 看到这一份中国国民党大佬们的声明 郭先生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 但这名单上的人 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 心在汉 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更担忧的是 如果这些30年来 同一批人还在为台湾把关 还有很多百年世袭的 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 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 这群守旧迂腐的中常委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 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 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 完全背道而驰 郭先生也不会眷恋这个政党 即日起 郭台銘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 好我们两个问题 所以是针对这份声明的话 其实也蛮多人心情 是立体过总是吗 呃这部分我们不方便置评 但是这些人 大家自己心知肚明 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 心在汉 所以现在有很多国民党立委反弹 那现在中常委说会谈话 这也是多种退党的原因之一吗 其實郭台銘先生在這個簡單的聲明裡面講得很清楚 當時他重回國民黨其實就為了這個初衷 但沒有想到這個政黨毫無改變 依舊還是迂腐的想法 因此我們今天表達這樣的立場 也跟各位大家來說明 謝謝 9月17號之前會給大家答案 關於連署的部分嗎 因為連署9月19號才正式開始 所以可以說到是9月19號正式起跑 我們9月17號之前會給各界答案 不管是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決定 一定會讓外界清楚 那會退回黨政嗎 下午我們會給各位媒體一份非常完整的說明跟聲明 然後非常清楚的表達我們的立場 當中還有馬贤總統有跟馬贤總統聊過這件事情嗎 我想這是郭台銘先生他的立場 還有他自己的堅定的意志 這跟馬贤總統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是跟國民黨撕破臉的是不是 這看外界的怎麼解讀 但是我一再強調的是說 這是國民黨這個 這應該是郭台銘先生自己 對於這整件事情還有這麼長久以來 他的心境的表達 之前有這個幫忙國民黨渡過哪一關 甚至是有些金融的部分 他們說已經緩了是真的嗎 這部分我們就不再多講了 因為其實在聲明裡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有一些中常委很迂腐很守舊 一直在把持這個政黨 那跟郭台銘先生當時重返國民黨的理念 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那這部分我們表達很遺憾也很痛心 所以郭台銘先生才會發表這樣子的聲明 有國民黨立委說 就是這個言辭比較激動一點 說如果郭董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言而無信的話 就是對 不好意思這方面我們就不評論了 因為聲明裡面已經講得很清楚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會給大家完整說明 謝謝 謝謝 我來拍照